大家好,在本期视频中,我们将介绍如何在后期工作站,及软件中导入和简单处理Kinefinity摄影机所拍摄的素材 Kinefinity使用的SSD接口为SATA接口 你可以使用赠送的SATA转USB转换器,将SSD连接到你的工作站上进行素材的拷贝工作 素材文件夹中包括素材文件,音轨文件,素材信息文件,以及拍摄时使用的监看LOT 摄影机默认文件系统为NTFS格式,可以直接被Windows和MacOS读取 你也可以在菜单中选择文件格式为HFS格式 当工作站正常读取SSD后,就可以开始进行素材的拷贝工作 在严谨的工作流程下,进行素材的拷贝时 我们推荐你使用带有校验功能的拷贝软件,并冗余备份在不同的位置 在拷贝和备份工作完成后,请不要在工作站上直接格式化你的SSD 应该在下一次拍摄前,于摄影机内进行机内格式化 如果你拍摄的是CDNG编码的素材 那么你只能在达芬器中导入和处理这些素材 由于达芬器Resolve没有对Kinefinity摄影机所拍摄的素材进行优化 所以直接导入CDNG素材 会以KineLog3素材在曝光色彩上均具有较大的区别 因此,在导入素材之后 建议按以下方式修改达芬器Resolve中CDNG的解码设置 来获取代原生KineLog3的RAW素材 首先,正常进入达芬器Resolve后 在项目管理中打开CameraRAW选项 然后确认RAW配置文件为CinemaDNG 将解码方式设置为项目 再在项目设置中将白平衡选择为多云 Gamma选择为线性 暗部选择为3.2 并取消选中色调 最后,即可批量导入Kinefinity摄影机所拍摄的CDNG素材 并进行调色和剪辑 监看时使用的监看Lot并不会烧入到素材 如果你需要在素材上添加监看时所使用的Lot 可以在素材文件夹中找到相应的Cube文件并使用 以达芬器Resolve为例 打开设置 色彩管理 Lot文件夹 将相应的Cube文件拷贝进Lot文件夹 再回到达芬器Resolve中 更新Lot列表 之后,你就可以在相应的软件界面上 直接加载相应的Lot了 好了,本期视频到此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